治療失戀的時間是最好的解藥 但有些星座吃的卻是特效藥 才剛分手很快就跟沒事一樣 好像不會傷心太久 到底用什麼方法辦到的呢 還是他們很沒有良心呢 離開舊愛就好像坐高鐵一樣 快的不得了 好啦我知道有一些牛牛呢 是非常非常的死心眼 並沒有坐高鐵好嗎 但有一種例外 那就是他本來就很想分了 只是他一直在忍耐 忍受對你的失望 忍受你的價值觀不合 嘴巴上沒說 但是心裡早就覺得 這段感情好像是一個包袱喔 只是他不知道要怎麼提出來 尤其是這段關係 如果談得很長 牛牛更是會糾結好幾個月 所以當提出分手的那一刻 你都不知道他已經在心裡暖身多久了 而且對金牛來說 分手就是絕交 可沒有當朋友這回事 其實已經被封鎖了 十二星座討厭你的舉動 有些超明顯 有些要通靈才能看明白 沒問題 今天我就來帶你看個清楚 金牛討厭你是會直接跟你斷交的 因為他們不介意少你一個朋友 真的 他們朋友很少也沒有關係 而且有些金牛座那真是 討厭你討厭到也會說服旁邊的人一起討厭你 金牛座可以把討人厭的人啊 講得會聲會意 讓大家身理其境 想不跟著討厭都很難 而且金牛還滿喜歡大家一起罵的 同仇敵看 一致把矛頭指向那個討厭鬼 像一個軍隊一樣對你發動攻擊 這會讓金牛座覺得 嗯我有朋友 老師水瓶座是不是很常把門摔壞 水瓶應該不是把門摔壞 是把門拆了 金牛座最會生悶氣也最會忍 但是他們有看法有想法怎麼辦呢 轉頭就在群組那邊大罵特罵 看起來非常生氣 但是他氣的那個人卻完全的不知道 但如果你是朋友或自己人 金牛座會讓你知道我不高興了 方式很可能是語氣加重一點 或者是釋放一些我有點不爽的訊號 接下來就是看你有沒有這個慧根啦 如果你沒有發現 那金牛座就會更生氣 氣到幾點的金牛座那他就不忍了 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定要在大眾面前跟你攤牌 讓你知道他生氣了 那一旦金牛座生氣該怎麼辦呢 你也只能慢慢等待了 你能做的就是用你的行動 去讓他知道你已經改變了 或你其實沒有那個意思 站在之前不要試著求和 因為沒有用 行走江湖 會做事還要會做人 偏偏十二星座各自有自己的盲點 得罪人了還不自知 金牛座有分 憨厚型的金牛通常是默默做事不擾人 他頂多最讓人不舒服的地方就是一意孤行 但是聰明型的金牛就不一樣了 非常容易得理不饒人 抓到你的把柄那是毫不留情的一定會酸下去 或者是工作上人家沒問他 但聰明型的金牛會為了力求表現 而給出一些自以為很有用的意見 所以囉聰明型的金牛 當有人聽你說話 聽到後來都開始悶不吭聲了 你就要知道別人已經在不爽了喔 日房夜房小三男房 作為女人我們都有當正公被小三介入的經驗 有嗎 好沒有的話就是你的年紀還小沒有關係 以後就會有喔 好所以在我心目中呢 總是有那麼幾個星座 如果就算遇到這樣的事情 他們也能笑到最後 好到底是誰呢 我們來看一看 他會給另一半沉穩又不可動搖的感覺 這個就會很自動的讓另外一半不太敢偷吃 因為你一旦偷吃 要處理這個正公老婆 很麻煩 他們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們不會耍小脾氣 他們要耍就是大脾氣 而且通常他們的理財蠻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們的理財能力會讓另一半覺得沒有金錢壓力 比如說賺得少花得少 他不會抱怨 而且如果他想要讓這個家有餘糧 他也能辦得到 如果真的被小三介入了 他們會冷靜分析 如果他覺得自己有錯 他也會努力改進 當然那是因為他評估過 你這個老公還可以留的關係 他就會努力改進 而且你要想像喔 一個金牛座願意改變自己 這是多麼難的事 這就是他對你最大的誠意了 各位請注意 老公跟男朋友是兩種不一樣的生物喔 所以我們這裡談的是好老公 好的老公讓你上天堂 不好的老公讓你住病房 來看看你到底有沒有加到神隊友還是豬隊友呢 他們真的很會理財 有的也很會賺錢喔 他們知道好的愛情或好的生活是建立在物質之上的 有聽過結婚的朋友說 他送他的金牛座老公一個手錶 然後還被老公罵喔 你幹嘛把錢花在這裡 因為我們已經是自己人了 自己人就不要這麼客氣了 他們真的會很務實 而不會因為看到一個好東西 就很高興 第二 金牛座非常懂得過生活 吃美食啦 也很會做菜喔 你如果喜歡吃牛排 他就會把牛排煎得美滋滋的 把你養得肥肥的是他最大的成就感 但我奉勸你一句 你還是不能變太肥喔 總體來說 嫁給金牛座還是挺划算的啦 他們不但很會賺錢存錢 然後很穩定 就是沒有情調 我們這些會讀空氣的人 我們認定了你是怎樣就是怎樣 你騙不過我們的髮眼 在團體當中求生存 千萬不能當小白喔 時不時蹦出一兩句白目的話 然後不懂得讀空氣 你真的會死得很難看 接下來我們就要談哪些星座 是有讀空氣的能力 來來來 趕快醒過來 因為你們如果不打開你們的潛能 空氣也是讀不到的唷 牛不可貌相 請不要被他們溫吞的外表給騙了 事實上很多金牛座 什麼都看在眼裡 看破但不說破 是他們的一大本領啊 如果他們不想聊一個話題 他們會很自動的 輕輕鬆鬆帶到另外一個話題 他何苦跟你對槓呢 他何苦說這個話我不想聽呢 不用說 帶開你就對了 這樣的他們 你會不會覺得 他們是人性觀察大師呢 的確 他們對別人的情緒波動 是非常敏感的 他們通常是聚會當中 可以聞到 欸 狀況好像不對的星座 一旦有這個狀況呢 他們就會很擔心 可能是第一個跳出來打圓場 或者是趕快置身試壞 當你看到一個牛牛 很奇怪的樣子 你就知道他又感應到什麼了 而且我個人認為 他們讀空氣的功力很深厚喔 他們看的不是臉色 他們讀的是人性 之所以能夠看懂那麼多的人性 是因為他夠安靜 一個夠安靜的人 才可以把什麼都看在眼裡 什麼都沉澱在心裡 今天來點負能量 12星座 誰最負黑 表面上跟你很好 背後卻可能會弄你 到底12星座為什麼要負黑 那個負黑的moment 又在想什麼呢 至於金牛要分成兩組了 一組是憨厚組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很多事情他也後知後覺慢半拍 那麼當然屬於這一種憨厚組的 他們是你不黑我 我就不黑你 或甚至你黑了我 我要是無能為力 那我就避開就是了 可是有另外一組是聰明組 聰明組呢是隨時隨地 活在腹黑的世界裡 我跟你講喔 你別弄我喔 你要是弄我 我可是一清二楚的 那這一組聰明組的人呢 真的是聰明外露 他也會讓對方很清楚的知道 你弄了我 你的下場是非常難看的 而且這一組 通常說話蠻毒的 又很直白 又很聰明 所以你會很清楚的知道 不要惹他比較好 星座的毛病大不同 我們就來看看 他們發病的樣子 其實金牛非常易怒 可是他們總是假裝自己很 明明眉眉嘎嘎超多 但是卻假裝沒有 但是他眉嘎多啊 所以一被觸怒就生氣了 被發現生氣又想裝沒有 欸 這怎麼有一種 無盡輪迴的感覺 比如他如果覺得你不能吃澱粉 你卻吃澱粉傷害自己 他就會大聲地罵你 罵到場面都冷掉了 不過就是一件笑事嘛 有至於嗎 天秤一定很隨和 處女一定有潔癖 天蠍一定愛復仇 雙魚一定很浪漫 不好意思 你一定誤會什麼了 十二星座隱藏真面目 來了 你以為金牛座是一個 愛美食 愛享受生活 然後愛錢 或有點小氣 這都是我們以為的金牛座 對吧 但是已經很多人告訴你了 他們如果小氣 是因為他們覺得 物藥有所值 他們是評估的高手 所以囉 金牛座的小氣 那一定是 還有很多人會認為金牛座 是很忠厚老實跟反應慢 貌似忠良跟一定忠良是兩回事呢 所以不要誤會金牛座囉 你以為他好脾氣 哈哈哈哈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他正在講你壞話 你根本就不知道 大淚淚的外表只是一個偽裝喔 他其實什麼都看在眼裡 看起來很隨和 其實在控制 十二星座 誰是控制狂中的控制狂呢 很多人覺得金牛座不是只管自己的事嗎 那是因為你不夠值得他在乎啊 所以他就管自己的事啊 但如果你是值得他在乎的人 那情況就完全不一樣囉 而且金牛座千萬不要以為他說的隨便 是真的隨便 其實是他心裡一點都不隨便 他如果對妳100分的好 你怎麼可以只回報他90分呢 只要感覺自己被很重視的朋友給冷落了 或擺在第二位 因為金牛座絕對會吃醋 不過悶葫蘆的金牛座吃醋也不會第一時間表態 他只會氣在心裡 很氣很氣很氣 氣到希望你發現為止 打不倒我的只會使我更強大 各位你的人生遇到危機了嗎 遇到低潮了嗎 當我們遇到覺得是絕境的時候 我們身上有什麼能力 可以使我們絕處逢生呢 金牛星座的朋友 你們身上有一種能力 叫做吃苦耐勞 所以其實以吃苦耐勞的本質來說 你們突破困境 最好的方法就是堅持 以及拿出努力不懈的精神 吃苦當吃補 即便出身多麼的高貴 但是說挽起袖子來苦幹 就挽起袖子來苦幹 這一點耐力或這一點能力呢 那絕對是別的星座比不上的 但是不要太安平樂道好嗎 因為你們很堅持 有時候收入不多 你也能夠在那有限的收入 你做一個不錯的安排 所以我很擔心 你因為少少的錢 也可以把自己安排得很好 然後你就不屑賺大錢了 這是不行的喔 又到了年底或年初的時候 這就是工作大班封的高峰期喔 除了老闆壞掉員工 也有員工壞掉老闆喔 本公司一個想離職的小編 就做了這一則專題 對 12星座有的人 上班的時候都想離職 今天我們來講 12星座離職前的表現 再來就是金牛座了 他們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 因為責任心跟義務感 告訴他不可以怠慢他的工作 怠慢了他自己心裡也會不舒服 這也不是他的作風跟習慣 可是他會很務實喔 他會要離職了嘛 那我是不是要把東西搬回家呢 那我就慢慢一點一點搬回家 所以他人雖然還在 但東西越來越少了 這一點也會讓同事覺得 嗯 好奇怪 而且一旦一個金牛座決定要走了 你以為他是一個貪財的人 你用加薪水 給他很多福利來吸引他 我個人覺得 當一個金牛座去意已絕 嗯 這些已經就不會吸引他了 很多很多的話 聽到沒有了 有幾個企業主呢 他們是在應徵人的時候 是有新座的選擇喔 有幾個新座 特別受到企業的青睞 白羊座 天秤座 獅子座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我就見過強硬的這個天秤 一點都不圓融 沒有自信的獅子 別人說什麼就是什麼 保守派的白羊座 一直不敢突破 這很可能是這些星座的人 還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路 還沒有遇到能夠發光發熱的事業工作 所以咯 我們就從星座的特性來看 每個人從自己的太陽來檢查起 你走對路了嗎 金牛 獅子 天蠍 水瓶 你能夠把一件事情做得非常深刻 你並不是走全面涉獵的路線 對固定星座的人來說 唯有興趣才能讓你深深的埋在裡面 而不會叫苦 固定星座喜歡跟討厭非常的兩極化 不喜歡的事情怎麼勉強你都會做得很累 只要是你喜歡的事情沒有人催促你 你也會自己沉浸在其中 你可能過了好多年以後 發現這個固定星座還在原來的職位上 很多固定星座會在一個不死不活的位置 或不高不低的薪水卡住很久 因此我常常覺得這到底是好還是壞呢 再來固定星座我一定要提醒你 除了深耕 除了拿出你的專長 你還有一件事情是別人沒有的 那就是你要發揮個人的魅力 固定星座是非常有奇特魅力的一組 這個奇特魅力是只有你有別人沒有喔 同樣的話或同樣的影片 你來做就特別有味道 或人家就特別信賴你 這是一種很奇特的天賦 比如說唐啟陽老師天仙 那固定星座的人因為性格上 比較自轉星球一點 所以我們的確很適合這種 可以獨立完成發揮獨特魅力的行業種 只要你找到了足以自己的特色 你就不用去管前人的腳步如何 好好發揮你自己就對了 嗨大家好我是唐啟陽 從這個月開始我就會在Vlog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嘗試 或摘新的小知識 我們Vlog見